Here it goes a little soup like Oh I'll keep up You will A farmer and actor Oh I'll keep You will Hey guys Welcome to my vlog 我今天會帶大家來蘇黎世 Zurich和聖嘉倫 聖嘉倫 第一站我們會去 羅恩瀑布 其實由蘇黎世去羅恩瀑布 都要一個小時的 我們今天起羅恩瀑布 它聲稱是 上個歐洲最大的瀑布 現在你會看到它的 附水是很清 有些綠色 好像是Tamperley Blue 我們本身還以為入口已經看完瀑布 但其實最震撼的瀑布 不是在這裡 要走到正中間才看到 我們現在 會走到正中間 看瀑布 走到一段山路 我們終於來到正中間 我們現在就要買入場票 入場費大概是五元法郎 也就是等於四十元港幣 那你說值不值得買入場票呢? 當然值得啦 你不單止可以近距離感受 有世界排第二十二的瀑布 好天的話 你還可以看到彩虹 超美的 個大空 我們要挑戰到拍照 現在我們已經吸塞了 這裡 很大夫 真的 好極 好的 你看到我們已經全身都是湯 現在頭髮好像打風那樣亂 但是為了拍照沒有辦法 有在編人的感覺嗎 沒有感覺 沒有直覺 你看到那裡有人搭船 那些人搭船就可以走到 這裡有國旗的頂上 這個是我第一次看中型的瀑布 真的很震撼 而且真的想不到會看到彩虹 其實以科學的角度來解釋 只要有太陽光折射到空中的小水滴 通常在瀑布上都可以看到彩虹 如果你有勇氣的話 你還可以挑戰搭船 跟著走上山頂 對啦 如果大家在蘇黎世附近的話 超級推薦你們來羅恩瀑布 因為這裡真的很震撼很美 然後我要帶大家來 瑞士年朱古力之家 你現在看到的是一個 元兇的攪拌棒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朱古力噴泉 我們一來就忍不住去買朱古力 這裡就可以自己任羅 最後就請它付錢 那裡超多的 好像不用錢 之後呢 我們就去參觀博物館 這裡介紹了朱古力的歷史 例如可可豆的發掘起源和擴展 你現在就看到一些動畫 在這裡介紹朱古力的歷史 不得不承認 瑞士真的有全世界最好吃的朱古力 終於來到我最期待的環節了 就是試吃朱古力 在這裡你可以喝甜朱古力 只要你不驗它太甜 不知道大家最喜歡什麼朱古力呢 黑朱古力 牛奶朱古力 還是白朱古力呢 我自己呢 就比較喜歡吃dark chocolate 所以我會覺得白朱古力真的太甜了 這裡也可以試吃朱古力 這裡就是一片一片的拿出來 只要你伸進去 它就會自動單朱古力給你 很快就去到參觀的微星了 你看到這些滷滷滷的波裡面 是裝著一塊神秘的朱古力 它現在就是在運送朱古力給我們了 每個人都可以用門票 換取一個不免費的朱古力 其實都挺有趣的 看著這波滷滷滷滷下 穿過不同的地方 運送朱古力給你 好漂亮 你看到這裡 好漂亮 好漂亮 OK 來吧 好漂亮 咖啡 Bellefue 你看到它已經排了長龍 這裡它只有一個take away的窗口 所以大家都是室外一邊喝咖啡一邊曬太陽 其實在歐洲都很常見這種咖啡店 我自己點了這裡比較受歡迎的flat white 這個flat white所含的expression成份比較多 而且它的牛奶是蒸餾的 因為這樣才可以做到上面一層很細幼的奶泡 令到它的口感更加絲滑 那你喝的是什麼嗎 這個是據說是瑞士特油的奧米酒 他說只有奧米飲水 然後我這個是black white 但我覺得它很好喝 就是它奶味沒有很重 一邊彈著咖啡一邊曬著太陽 這個就是歐洲的生活態度 接著就會帶大家來一間網紅café Café Eleanor 這裏真的什麼都是粉紅色 超級適合打卡拍照 我們點了一個avocado toast 中間還有一個yogurt 還有一個bagel with egg benedict 你看它們上面都加了它們獨有的粉紅色cream cheese 它不是只有樣子的 是真的好吃的 我自己也點了一個pink velvet latte 它真的漂亮到我不捨得喝 但喝起來的味道其實是一般 雖然這間café很夢幻 但其實它的食物質素是一般 而且價錢都比較貴 但如果偶爾放了自己 來享受一個high tea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走完超級少女心的咖啡店 不妨坐下文青去參觀博物館 這裡是蘇黎世的美術館 它位於老城區 裡面收藏了中世紀的油畫 和世界著名畫家的作品 例如不加索和莫立 這裡的設計沒有豪華的大理石 但就有一種簡約的感覺 這裡出名了它有特別多印象派的作品 雖然我不太分得出來 但我都可以感受到每份作品背後的意義 這裡還有一些比較互動式的展館 藝術家以不同顏色的吊燈 令你彷彿至於海洋當中 這裡的入場票是23法郎 學生是11法郎 但是星期三是免費入場的 走完藝術館洗滴了心力之後 左個文青又怎麼少得去CD譜 這裡比通里帕斯這些連鎖店 多了一份藝術感 你看它有那麼多黑膠唱碟就知道了 在香港的琴店 你會聽到小朋友在這裡亂彈琴 但這裡為了保持安靜 你只可以戴上耳機彈電子琴 其實蘇尼西真的有很多值得參觀的教堂 可能你覺得走教堂很無聊 但我覺得在歐洲旅遊參觀教堂是必須的 因為他們承載了當地的歷史文化 有時你還可以看到這些這麼有趣的展品 欣賞完教堂我們現在去聖嘉倫 這個是聖嘉倫修道院大教堂 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八世紀 因為巴洛克的建築風格 它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列為世界遺產名道的保護古蹟 這是我在瑞士最喜歡的教堂 我很喜歡它天花版的構圖 好像跟你說的一個又一個故事 教堂的旁邊也有一個歷史悠久的圖書館 為了保護這個脆弱的世界遺產 裡面是禁止拍攝的 教堂的參觀是免費的 但如果你想進去附近的圖書館 你就要買12法郎的入場票 不過這些錢是值得花的 這個蘇黎世和聖嘉倫的Vlog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都喜歡這些旅遊片的話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我現在要乘火車回日內瓦了 Bye By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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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